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看一下民众打提名的人 他的相關新聞背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现场 这个一开始 这个民众党对于要不要提名 自己提名参选这个市长罢免 是有一些不能叫暧昧不轻 似乎还没有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会有关键性的决策 那最后决定是要提名 这个现任的亲民党的高雄市议员吴义正 吴义正现年57岁 他的学历是台湾大学政治系 也是政治系科班毕业的高材生 哥伦比尔大学国际政治的经济硕士 他学历挑出一张非常漂亮的一张 一张credential 那他的经历包括高雄市 合并前的六七届市议员 高雄市合并后的一二届市议员 所以加起来更有四届的议员的经验 那包括他也在正修科技大学 担任讲师 在文藻外语学院也担任讲师 一开始比较让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意外的是 吴义正11个小时前伤案 他的脸书怎么写 民众党宣布征召高雄市 亲民党籍议员吴义正参选高雄市长 蓝白合作宣告破局 本来实际有一个蓝白合作的前提 那破局了 那为什么会破局 那更有趣是说 吴义正表示 今天因为公务北上意外与科市长碰面 意外很短时间内决定参选 主要是想借由参选凸显高雄市财政困难的结构问题 他更向民进党喊话 中央只要补助高雄800亿元统筹分配款的差额 我退选 我帮陈其迈助选都可以 好我第一个意外是这个意外 第一个直辖市市长的补选是一个很意外的过程 我大胆挑战 我若是高雄市民 你这么意外 你把我们高雄市民动了一个意外的 一种被对待的人吗 听听发言人的意见来 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意外 其实吴义正先生我们在整个6月6号罢韩过后 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去征询他的意见 其实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到2019年2020年 其实都跟吴义正先生有很多的联系 我们当然他在地方上跟我们沟通也是相当多 那在6月6号确定 韩国务市长被93万票罢免之后 我们那时候就有去询问 吴义正议员说那 您有没有这个意愿来加入我们一起来参与这场选举当中 那当时候的吴义正议员他们的看法是卡在党籍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 刚刚也提到所谓蓝白合作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提一个无党籍的候选人 让蓝跟白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可以共同去推选一个候选人来去选高中市长 这一局但后来就当然因为破灭了 但现在吴义正议员他也加入我们民众党 所以也已经最短时间之内加入民众党 那这部分有取得宋主席的同意吗 他还是保留亲民党党籍啊 他还是有亲民党党籍他并没有退出亲民党党籍 为什么我会想要有蓝白合作是因为 韩国瑜市长他被罢免的时候 他九十几万票被罢免的时候 他其实并不是只单对 韩国瑜市长这个人的不信任票 他是对整个国民党的不信任票 我们当然是想说国民党可以趁这个机会 好不好缓一下 他可以共同推荐一个无党籍优秀的在地的年轻人 或是有从政经验丰富的在地人 共同推选这样一个人选出来 可以让整个高雄有不一样的选择 跳脱蓝绿之外的选择 而不是只有永远之后不是蓝就是绿 这样的选择其实对高雄市民来说 其实是也很腻的 所以一开始是找国民党共同推一个无党籍的人 并没有我们说我们有抛这个想法 但当然国民党就读不回了 那国民党是不是像李博弈同学 就包括叶元思同学 两个在我们节目至少都没有拍桌子 就说好不行 千万不行 为什么你们在那部分有这么高的警觉性 你讲完这种来听郡文的补充 因为2014血淋淋的例子已经历历在目 跟民众党合作的相当危险 因为柯文哲市长本身能力很强 他的侵略系也很强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各自走各自的路比较安安 各自走各自的路 好 这话似乎 跟当初市长的整体的布局思考有很大的落差 那你也在强调说没有意外这件事情 市长早就跟他沟通了 OK 那我们再回溯一下 之前柯市长曾经批评过这个国民党说 那头上定空空不要变巧 因为他当初有提出一个说 就是说找国民党一起什么 不提名 你刚才讲说要提名 可是我们也听过也有新闻报导说 一起不提名 让陈其迈兄自己同俄竞选 我解读背后之后 让他的选情冷却再冷却 然后得一个实在是不太好看的票数 我没有派人跟你选你自己不是很厉害的 结果选这些票没说好看 所以用这个方法修理他未来 治理高雄的所谓政治基础的正当性 那为什么后来这个策略又没有实行了 其实那个想法其实是黄世修先生先提出来了 他其实并不是民众党一开始的发想 但那个想法的确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论述的内容是指的说 对 他我们同个竞选他只有一个人要选的话 他必须要拿超过20%的票 所以就是46万票 那在补选情冷的情况下 46万票是有难度的 更何况他要挑战的并不是46万票 这最低标准门槛而已 他是要挑战74万票 所谓当选的正当性 但因为民进党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说 他的选举就是操作情绪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讨厌你 所以我就投给另外一个候选人 因为你亲中我爱台 所以你要投给我爱台 当然我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去操作这样的对象 他就要说服高雄市民说 对 我就是一个好的人选 我陈其脉可以带给高雄不一样的未来 选给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但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高雄市民是比较难以去 吹出他的热情去投这个票的 所以才会有黄世修先生 他这样的论述 当然媒体报导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去讲这个东西了 但他并不是民众党主要的论述 所以并不是柯市长的主张 是黄世修先有这个看法 对 他是从国民党阵影提出来这个想法 对 黄世修先生是国民党阵影的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蛮好的 怎么只从我身上来的 他是蓝营的 但我们有看过这样的论述 当然我个人有 这一局巨伟得分 蓝白和不会是很危险的事情 还好先把他挡住了 以前有讲说蓝白突然打死蟑螂 那个死蟑螂是影射谁 那个敌人都毛骨悚然 OK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说 金明也确定了 吴亦元机长在地的口碑也不错 那我昨天大概第一时间观察一下 亲民党的相关的群组 他们对这议题的这个回应 我认为很难得 他们几乎都很肯定 这个吴亦元能够有机会 去争取高雄市长的这个位置 在替选民服务 那未来我有几个问题要救教 民众党成立不久 高雄市市长的补选 虽然是补选 但毕竟也是第一次 民众党正式参与 地方所谓行政公职人员的参选 而且位阶很高 是一个直较市的市长 OK 我们常用英文讲说 We don't have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a first image 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去建立第一次的好印象 我要请教发言人 整个民众党 特别是柯主席 以及蔡碧如委员 怎么这样 这个第一次的好印象 在这个第一次的机会里面 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印象 他们会亲自下去站台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辅选的策略呢 听听你的看法 其实像你刚刚提到 其实吴义正议员 他在高雄地方的经营 这样长期十几年的经营 他其实是有口接杯的 包含之前气暴善后的时候 他是高雄气暴的 那个陈情人的委员会 他里面说 如果没有吴义正议员的表现 高雄气暴的善后要怎么办 其实地方民间对他是 非常的有口接杯 包含在反马头山 掩埋场那时候 其实时代力量 像现任的不分区立法委员 陈娇华委员 那时候他也是设计员士 那时候站在他旁边的高雄市 唯一一个议员 就是吴义正议员 他其实很长期都在关心地方 包含环保环境 还有各个市政的状况 他是有口接杯的 而且还有比如说反大龄的事件等等 他其实在地方的经营是很多人认同 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人选出来 是包含高雄市民可以接受 包含其他在野党包含像时代力量 因为林于凯议员 就时代力量 林于凯议员 他跟吴义正议员 他们其实长期都有合作 吴义正议员的好 林于凯议员他应该是最了解的 我想他的口碑 我们绝对不否认 我自己过去曾经也有跟他有些互动 我第一个对他的直觉说 他对政的运作是一个非常鲜熟的民意代表 所以这些行政官员要逃避他的监督 有一定的难度 我就不凯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